搞定 很厲害, 希希 其實手腕協調的能力 真的很影響小朋友的日常生活 究竟這種能力有多重要 還有怎樣可以加強這種訓練呢 都市人整天吃東西, 不吃宵夜怎麼睡 我住在肚子怎麼行 吃太飽會不會不健康的 吃多少, 什麼時候吃 只要控制得好, 沒問題 是真的嗎? 前面那些是否全部都可以吃的 這種食材是香港出產的 我待會用來做金華火腿炒銀絲 它有什麼特別的呢? 留意一間流行到市 我偷步了, 你別這麼快 我比你高, 你別想, 你別想 真厲害 即是你贏了 我真的贏了, 我來坐 我想問你, 看見你剛才的手腳很穩定 你平時是否喜歡動來動去的? 是 是嗎? 有沒有做什麼運動? 喜歡什麼?喜歡什麼? 游泳 游泳?有什麼顏色? 自游色 很聰明 真聰明 嘉嘉, 其實現在很多家長 很著重小朋友的成績和學業 但忽略了小朋友動動的重要性 對, 其實小朋友動動得多 對他們的肌肉和手眼協調的發展 也有幫助 今天我們請來體識能的導師 講解一下用什麼小遊戲 可以幫助他們這方面的發展 你好… 嘉向你好 謝謝你 其實小朋友在生活上 有什麼需要, 手眼協調? 其實手眼協調我們平時常常用到 例如小朋友做功課的時候 他們的眼睛要看著那個方塊在哪裡 才能寫到這些字在裡面 不然就出界了 不然我經常出界, 寫字 又或者他們平時坐車的 他們捉著扶手突然急停 他們用眼睛看著扶手在哪裡 才去捉他, 就是這樣 很重要 是的 我看到那邊有兩個波波在這裡 是不是有小遊戲 可以訓練小朋友的手眼協調? 是的… 不如我們一起去玩玩吧 好, 走吧… 嘉向, 我看到地上有呼拉圈 還有你手上有個球 這是第一個遊戲嗎? 對, 這是我們第一個遊戲 怎麼玩的? 對, 先示範一下 首先這個遊戲需要兩個人一起玩 一個小朋友, 一個大朋友 你了, 真的 是你了, 希希 好… 好, 很簡單 我們做一個全球的練習 我們距離一個呼拉圈 大概有兩步左右, 好嗎? 對, 雙手拿著球 我們的目標要把球傳到呼拉圈裡 令希希接得到, 好嗎? 你可以雙手接著, 準備了 好, 你又扔給我 對 不錯 先練習幾次 對 這樣又怎樣?這樣就輸了? 這樣就輸了 是 其實訓練他什麼呢? 因為他眼睛看著目標, 譬如呼拉圈 要把球扔到呼拉圈裡 對… 但這樣也好像很簡單 有一點, 對 進階一點, 再加強玩, 行嗎? 我準備了比賽和希希玩 比賽? 是, 行嗎? 你看到這裡有四個呼拉圈, 希希 稍後我們隨時可以轉去其他呼拉圈 譬如我走到這裡 你馬上走過來, 我扔下去 你就摺著, 你又可以去另一處 令我摺不住, 對… 好, 快點… 好, 去另一處… 再多一點 我們贏了, 王希希 好, 我看見這個真的挺好的運動量 也是的 是 而且是否用什麼球類 都可以玩這個遊戲? 其實大部分運動, 包括所有球類 都會用很多手腕協調 譬如摺球、踩球, 都用到這個協調 有沒有多個遊戲可以玩呢? 有, 我準備了多個遊戲和你們玩 好, 玩什麼呢? 這次你會用到呼拉圈和希希玩 好 沒辦法 我簡單讓希希先向前一點, 看著我 稍後我想你舉高雙手 稍後呼拉圈就會在下面 你就看著呼拉圈 這個呼拉圈隨時會在你這邊 左邊或右邊滾出來 如果在這邊的話, 你就用這隻手 對了, 幫我用一隻手捉住它 如果在這邊的話, 就用哪隻手捉住它 很聰明, 準備了 一隻而已 一隻而已 不是兩隻手捉住 不是啊 好, 一隻就記住了 嘗試做不到, 好嗎? 我覺得挺難的 好, 準備了, 看著它 預備, 這邊 好 厲害, 再來一個… 準備, 這邊 準備, 抓到了 沒關係,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 我看得不好而已 預備…這邊 好厲害 自己好嗎? 可以做到嗎? 算好 好, 先過來 這個遊戲是否可以訓練到左右手呢? 因為譬如希希是右手的 左手就未必有那麼多 其實是的, 輔助手都有幫助 主要訓練它的左右協調是怎樣的 對, 手硬協調 手和眼都沒有協調過 對, 如果看到一個朋友 一出來就要立刻捉住它 好, 也好, 辣不辣? 不辣? 不辣 那就挑戰一下, 再辣一點, 好嗎? 好, 要多一個, 好嗎? 好, 要多一個怎麼玩呢? 好, 這次… 兩邊 加一點難度給希希 希希看著前面 然後也是舉高手 這次的呼啦圈 就會從兩邊滾出來 如果這邊滾出來, 用哪個手捉住呢? 對… 左手 這邊滾出來就用右手捉住 我們試試, 好嗎?準備 真的很難 舉高手 好, 準備 不准看著頭, 加油… 加油… 準備, 這邊 好, 真厲害 準備, 這邊 很厲害 我不相信 準備, 兩個一起 這個不行… 再來… 再來, 這邊 會否兩個一起? 可以的 我們先試試… 先試試… 準備, 兩個一起 好, 先試試, 我覺得你親住它 來, 我來 是爸爸來的… 好, 站住 太慢了, 哥哥, 舉高手 我以為你做舉高手 不是我做, 我舉高手 好, 準備, 很快… 你看, 準備 1、2、3 都可以 很厲害 好…我會滾左邊… 左邊, 滾不到它, 厲害, 厲害 很厲害 其實我想問小朋友 多少歲開始要留意他們 有沒有手腳協調, 好不好 其實我們在幼稚園的教育 導師和老師都會開始注意這個協調問題 但如果發現他們有些問題 其實在什麼方面 可以發現他們手腳和眼睛 有些不太協調呢? 最基本的 你有沒有看過人走路 可能是同手和腳的 可能很難 我們叫他們左手和腳 對… 這算是其中一個協調的問題 會否…有時候四處撞 因為我自己也會, 不小心撞到東西 那些會否是問題呢? 這個有少許關係, 但有少許空間感的問題 我想問, 如果小朋友剛才的希希就很厲害 但如果有些小朋友 真的捉不到的話, 應該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把難度由淺至深 慢慢一步一步去做 而且我們鼓勵小朋友多一點 可能第一個, 剛才不是只有左右嗎? 是 先練習多一點 他真的可以穩固到那件事 很有信心 先練習兩個, 像希希一樣, 是嗎? 其實這個遊戲, 我覺得真的很簡單 這個夫拉圈還可以 是不是每天家長都應該跟他們玩 對他們… 其實是 由幼稚園開始玩 對他們的手探協調會有幫助呢? 其實是的, 親子運動 從小時候開始玩, 其實很好 對, 爸爸也應該多做運動 好啊 還有第三個遊戲嗎? 有 有 太好了 好, 最後這個遊戲 就是親子遊戲, 剛剛說到親子遊戲 對…很好, 親子遊戲當然是… 但我看見你累了, 是嗎? 不是, 不是我這樣玩 你們玩的, 是… 你進來真的適合親子遊戲 讓你玩 是 是怎麼玩的? 好… 讓我示範一下, 希希, 你一起做 待會兒有個簡易版 爸爸要做一把傘保護小朋友 爸爸首先要撐住那個山洞 好 小朋友要肚腩黏在地上 然後捉住拳頭, 香似爬 好像人家的軍閥 對, 爸爸要跟著小朋友 要跟著走? 對, 媽媽也可以 媽媽也可以, 媽媽也可以 好, 試試看, 媽媽, 試試看 這條橋很大的洞 這條橋很高, 讓我看看 動它… 動它, 動它, 動它 動它, 動它, 動它 對, 很厲害 挺好 但不是很難而已 很容易, 對他們倆來說太容易了 可否比較難? 沒問題 要加強棒 好, 加強棒如何? KK, 我們又來了 待會兒大朋友要像我這樣 然後撐住那個山洞 是 蝦一樣捲過去 捲完之後, 蝦就在我旁邊做一個山洞 在我旁邊做山洞 她做山洞嗎? 對 她做山洞 山洞… 你做山洞, 對 你做山洞, 對 你猜猜誰爬? 當然是你 我爬了 是 復哥爬完之後… 對, 你別負責我了 別負責我 你… 他墮進去, 剩下 復哥爬完之後, 又到哥哥 好, 好, 天佑, 你嘗嘗 嘗嘗… 加油 我要跟天佑說加油, 不是說希希, 加油 好, 天佑先做橋 你做橋, 天佑先做橋 對, 接著希希爬過去 這個很輕易 認真, 開始 接著你做橋 好, 你做橋 希希做橋 希希做橋 對 天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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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吃飯? 你要高一點… 厲害… 好… 阿貴, 過來… 你出身心, 太好了 受痛苦了 你累嗎? 累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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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 覺得好玩嗎? 好玩… 其實這個遊戲是怎樣的? 其實這個遊戲在訓練兩件事 上面做山東的家長或小朋友 在訓練上肢的機力 下面爬的小朋友是做手腳協調的 對, 挺好 其實這是親子的活動 親子活動 剛才我們玩的時候 大家又開心, 又可以訓練手腳協調 這個遊戲真是出盡力 你出盡力了, 這個遊戲真是… 更辛苦, 我平時做健身 抹汗… 對… 其實真的挺好 這個不僅可以訓練手腳協調 而且還有親子關係 你說媽媽也對, 好嗎? 其實我覺得媽媽比較好 三條橋可以爬來吧 對, 像一家人一樣, 整條橋 非常好, 好, 謝謝家嫻… 說說這些肚子餓 待會我們休息回來 還是說說吃, 好嗎? 好 怎麼可以吃宵夜, 吃得健康呢? 繼續回來見 很肚子餓, 媽媽還沒回來? 你怎麼樣? 我應該差不多了 不過說起來也對, 有點肚餓 打電話叫你媽媽買糖水回來做宵夜, 好嗎? 糖水這麼胖, 不適合我 我去看看雪櫃有什麼, 先吃 不要 我們有腸粉, 又有生竹、牛肉 吃什麼好嗎?老頭 盯上它吧, 看來你媽媽還沒吃飯 你真的不喜歡糖水嗎? 不要 老婆 怎麼樣?老公 你去哪裡? 我還有兩個街口走回家了, 什麼事? 那就對了, 待會你轉個彎順便 在村口買糖水回來做宵夜, 好嗎? 好, 再見 叫我買糖水才陰聲細氣 不過剛才想著做事又沒吃飯 買點東西給自己吃也好 好, 買給你了 先別說吃什麼 宵夜這兩個字對很多人來說 已經是禁忌了 其實吃宵夜是否真的這麼邪惡呢? 我們馬上問一下註冊營養師Gloria Gloria, 你好 姐姐, 你好 其實香港人很多時候都很忙 例如我們拍劇, 一直熬夜 有時候吃宵夜就真的在所難免 其實宵夜是否真的這麼差呢? 其實不一定很差 只不過是大家經常選薯片、燒賣、杯麵 這些肥膩的食物才會自肥 其實每天我們需要大約1600至2500卡厘里 只要我們控制這個範圍內就行了 所以如果你想留200卡厘里 在宵夜的時候吃 只要你下午和晚上各自減100卡厘里 就能控制到全天的卡厘里了 那就是說其實不一定不可以吃宵夜 那吃宵夜有什麼好處? 當然有, 譬如你拍劇 經常都需要精神 你想想你如果捱著肚餓的時候 很容易會睏眼睡, 或者不夠精神 所以吃宵夜可以令你夠精神 第二就是如果你回到家的時候 太肚餓了, 睡不著覺 而且睡著醒著的話 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原來你身體會製造更多的飢餓 荷爾蒙 令你第二天更加肚餓 可能第二天吃更多, 更加容易胖 那在吃宵夜時間上有沒有什麼要注意呢 有的, 建議大家睡覺之前 兩個小時前進食 因為吃了太多的東西在胃上的時候 會刺激胃酸分泌 如果你那個時候睡著的話 胃酸衝上食道那裡 會刺激胃酸, 因而日後容易胃酸倒流 那究竟吃什麼才好呢? 還沒說之前, 看看這家人吃什麼 有東西吃, 爸爸 吃吧… 是不是, 好像今晚有球看 是… 看球吃點口粒濕 好 薯片就說不健康而已 水果片可以了吧, 夠健康 吃吧… 吃吧… 兒子 買賣到了 你倆的東西11點多了 等著你… 不不, 還在這裡開大餐嗎? 媽媽, 我也預料你了 你們早點說, 我還買了杯麵 你知道嗎?這東西很健康 即蔥粉絲 比平時的油炸杯麵好多的 吃杯麵這麼多味證 吃我這些吧, 沒放醬油 一定比你的杯麵健康 你們別吵了, 來, 吃糖水 我就要這個, 還沒開到, 開到了 真棒, 西瓜糧粉 這個就是蛋白杏仁茶 真棒… 吃宵夜已經很胖了, 媽媽 還要這個蛋白杏仁茶 很香 一定很高卡路里 剛才沒聽到營養師說嗎? 只要份量適合, 吃宵夜是沒問題的 我剛才也沒吃, 晚上那一頓 就有很多顏色了 爸爸的西瓜糧粉 西瓜這麼甜, 也很高卡路里 對呀, 想一想, 還是去問營養師 實際點, 問了才吃, 安心很多 小姐…來, 跟我去 晚上11點多, 我們兩個去哪裡 你好, 哥哥你好… 我帶了我的兒子來 他有很多吃宵夜的問題 要請教你們 這麼大的兒子? 是呀, 哥哥, 我們吃宵夜 都是想簡單方便 山竹牛肉, 或者叉燒腸粉, 可以嗎? 山竹牛肉比較肥 腸粉比較健康 油分是牛肉球的一半 以後吃腸粉, 你爸爸很喜歡吃燒賣 不知道燒賣可以嗎? 燒賣就一般, 一包十粒 差不多等於兩碗飯的卡路里 裡面有四茶匙有這麼多 那就是只吃腸粉嗎? 當然不是… 放心… 其實我們儘量控制宵夜 在200卡路里之內 即你可以吃大約三條的腸粉 或者八粒的蒸餃 譬如蝦餃或者素菜餃 又或者兩個的蒸素菜包 或者叉燒包 也不會太餓了 真的可以吃腸粉, 包含那些 我很聰明, 剛才我買了積蔥粉絲 我不想吃油炸的杯麵 我怕它不健康, 對嗎? 真的聰明了, 你們兩個聰明 因為原來粉絲和通訓 這些北京油炸都會比較健康 平時的杯麵 一個大約三百至五百卡路里不等 裡面有三至五茶匙油 所以我們也要儘量少點選擇 而且它會增加患癌症 還有心血管毛病的風險 所以最好選擇大約二百卡路里 左右的杯麵粉絲或通心粉 會比較健康 是不是真的代表所有零食 都不太好呢? 燒東西覺得吃 不一定 但是如果油炸的薯片 就真的不太好 不過市面上現在有一些 是真的焗的薯片 是 脂肪少一半以下 而且卡路里大約只不過是 一百卡路里左右一包 所以一晚一包也不太過分 是, 挺好的 而且再給大家一個建議 水果乾或蔬菜片 它們的纖維會比較豐富 抗氧化也會比較多 所以尤其是有時候要熬夜或拍劇 大家可以選擇它們 就可以抗氧化 將來日的時候也不會太殘忍 我回復拍劇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水果乾 不過大家買的時候要小心點 看看它有沒有加了油、糖、鹽 因為如果我們看成分表 應該只有水果或蔬菜就最健康 但如果它們加了很多油、糖、鹽 那些就不太好 我們桌上這包藍色的 一包已經等於一碗飯的卡路里 就是因為它加了油 不過我吃宵夜不喜歡太鹹 我跟一般香港人都很相似 很喜歡晚上吃一碗糖水 其實剛才我買了一個西瓜糧粉 還有一碗杏仁茶給我兒子 會不會也很高卡路里呢 如果西瓜糧粉 差不多是糖水中最低卡的一款 西瓜半碗只有大約20卡路里 半碗糧粉等於一湯匙的飯左右 所以整碗卡路里也很低 不過最重要的是糖水令上 加少於一湯匙的糖水就會比較健康 至於蛋白杏仁茶 因為裡面有杏仁 所以卡路里會比較高 一碗大約是313卡路里 所以這個魚果這麼健康 就可以整碗吃光了 如果想減肥的話,吃半碗就好了 不過裡面有營養的 就是裡面有適安酸 可以幫助我們製造退黑色素 幫我們睡覺的時候睡得好一點 說起睡覺,睡得好一點的話 對,宵夜快就睡覺了 對 還有什麼食物可以幫助我們睡眠呢 我們有三大營養素 這個特別需要的維他命B6 色胺酸和複合性碳水化物 它們三樣加起來就有一個魔法的作用 可以幫我們製造一個血清素 之後進入腦部製造退黑色素 幫我們睡覺睡得好一點 挺好的 所以有些食物例子都建議給大家 例如很簡單的一個麥包 再加一個有色胺酸的花生醬 然後再加一個香蕉 裡面有維他命B6 就已經是一個健康選擇 又或者一個是低糖、低脂的水果芋落 再加一些低糖的粟米片也可以 另外如果想心臟都健康 可以降膽固醇 以下就可以製造這個麥皮 這個很好 怎麼製造的? 請示範一下 有很多人都以為 麥皮一定要煮過才能吃 是 但原來它已經熟了 所以只要把它浸軟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可以加三湯匙的麥皮 裡面也會有複合性碳水化物 幫助我們入睡 但三湯匙就好了 我們也不想宵夜太重重 是 而且它會發得很大 對, 之後會吸水 所以我們也要提供一些水分 你們可以準備一些 例如黑芝麻、低糖豆漿 好, 嘗嘗 或者一些牛奶 或者一些普通低糖豆漿都可以 好 待會倒一碗左右 是 如果你們怕不夠飽 就可以加一個旗亞紙 旗亞紙浸了水後 它就會發脹到這麼大碗 是 所以在下午時間 你把旗亞紙放進去就可以了 是 晚上它會慢慢漲起來 就會很飽頭 是 另外還可以加上香蕉 或者其他你喜歡的水果 我特地選擇香蕉 因為它裡面有維他命B6 可以幫助我們睡覺 甲質可以幫助我們去水腫 所以不想翌日有包包麵 而且不想有紅貓眼的話 就可以加上香蕉 然後放進雪櫃就可以了 大天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吃了 挺好 天佑 這個也是中午做還是晚上可以吃 適合我 謝謝Gloria 謝謝Gloria 我之後空頂就不用捱吐了 你平時用什麼油來煮食? 湯生油、鬆味油 如果是本地出產的黑毛豬油呢? 看起來好像挺吸引 是本地的黑毛豬油? 沒錯 吃起來有什麼不同? 上煎, 看一會兒Annie師傅介紹吧 黑毛豬油, 大家應該聽得多了 吃過了 但黑毛豬油, 你有試過來炒菜嗎? 你別說每個人都吃過 我連見都沒見過, 別說吃過 你的黑毛豬油從哪裡來的? 日本還是西班牙? 你見識少了, 黑毛豬油不只是… 是兩大地方有的 我知道, 可能是台灣 錯, 是香港 香港黑毛豬油 香港也有黑毛豬油? 不過其實豬油很香 我聽很多人說 以前他們會用豬油拌飯 Annie師傅 今天我們不是拌, 我們煮 煮? 好 我是煮的, 是嗎? 黑毛豬油煮什麼呢? 今天我會用它, 因為它挺香 用它來煮金華火腿炒銀絲 好, 你把銀絲放在那裡 銀絲是什麼? 銀絲是什麼? 我看到了, 粉絲 對, 這麼漂亮的名字 是不是那種? 這是金華火腿, 但最要熟的 蒸了那種? 對 這也要用那種 用來煮東西, 煮湯就可以了 但今天我們用來炒銀絲 實在時候很短 最好把它蒸掉 蒸的時候, 我多數是怎樣蒸的呢? 我會把它放在碗裡, 黃酒 是… 再加點糖 因為它很鹹的 黃酒有香味, 糖來說 就令它有點甜 然後我們放進銀絲、蛋等 就好吃了 你看著那種金華火腿炒 不用, 我不看著 你不要看著我, 我知道我英俊 我人一條小子 我怕你 就這樣吃嗎? 試試 高手是不用看著不切的 不錯, 我經常會覺得很硬 而且很鹹 好鹹 還不錯, 是嗎? 對, 所以記得要加少許酒 加少許糖, 這樣切掉 煮了它, 你可以放在冰箱 什麼時候喜歡我們吃 或者用來撈麵也可以 可以放多久? 放在冰箱可以放一兩個月也可以 但是盡快吃掉它 當然是, 因為蒸得很快 好, 我喝完的東西 然後再攪拌其他東西, 好嗎? 這個金華火腿炒好了 有什麼東西加進去呢? 這個叫銀絲, 實在是粉絲 粉絲買的時候, 有些包包大包 其實兩個小包做出來就這麼多 我們輕輕用水浸進去 浸進去, 浸進去 浸進去, 不要浸得這麼軟 現在就做功夫了 現在我要找一個暖的上湯 這個? 對, 上湯 怎麼知道叫暖的上湯 煮了之後, 放涼就熱了 對, 太熱了, 這分鐘就全都流 炒不到, 炒不到就沒中過 讓我看看有多暖 真的微溫而已 微溫, 我放在手指上也好 是… 很舒服的 很舒服, 你以為是溫泉嗎? 對, 溫泉水是要… 就是溫泉的感覺 我再加一點鹽, 因為我要比較濃味 同時加一點糖, 調味 就把這個放進去 看看銀絲和粉絲的變化 剛才清水浸過到現在 就開始微微軟了 我不想它這麼快脆軟 因為快脆軟是沒有足夠的 現在就慢慢浸泡 浸到軟身, 而且進入了味道 是 是, 應該炒上來… 熟了的上湯味 對, 所以上湯就加一點鹽 加一點糖就更加美味 我剪斷它嗎? 軟一點 不要太長, 一半 剪斷麵似的 對 小朋友吃麵, 剪斷它 變成炒的時候就不用打擊 吃的時候就方便一點 好一點 兩隻雞蛋就夠了 發蛋而已是不是? 發蛋而已, 你發了 多話說, 要做事, 可慘了 好, 沒問題, 發蛋 發蛋的時候還要加點東西 我加一點鹽 加一點蘿蔔粉和芝麻油 發蛋很棒嗎? 棒 實際上我最不中文 你這個材料我想是一個菜式 什麼? 以前有人炒桂花茄 桂花茄 就是這樣 沒錯, 實在是真的 不過我們今晚不吃翅 我們吃粉絲 對 實在一樣是這麼好吃的 好, 你是不是很累? 我也很累 我實在是, 很不喜歡發蛋 差不多了 可以了嗎? 好了 可以了, 有調味 好嗎? 這裡我再看看 現在你再浸一層 就可以撈起來 還有什麼要做的呢? 我們有芽菜在這裡 是… 芽芽 先把它炒一炒 黑毛豬油 黑毛豬油 大概一湯匙大約一湯匙 加進去 味道不太香嗎? 你聞一下吧 真的有種香味 你聞一下, 聽聽聽的 有些材料比較瘦 而且沒有什麼味道 是 如果油本身可以增加味 就更加好, 是嗎? 好, 我們燒著 大概是一湯匙大約的油 為什麼要燒熱才來炒呢? 你知道芽菜、芽芽有很多水分 如果鍋子不夠猛, 要炒久了 炒久了就變成… 軟了… 軟了 所以寧願它很猛火 用油的熱力、火熱 我們把它炸出來, 預備 炸出來吧? 炸出來 炸得很厲害 這個叫火氣 火氣?你又有火氣 火氣是我, 火氣是他 整個人當我煮了 真是很香 對 不是開玩笑 怎麼樣? 真是香 放一點鹽 鹽, 鹽, 鹽 不可以太久 不可以太久 對, 你撈起它了 撈起它了 因為它會淋了, 出水了 對, 要浪費一分鐘左右 你幫我拿著鹽, 我先把它拿出來 快點… 最重要是要慢火, 是嗎? 慢火, 要慢火 慢火夠熱 如果不做這個工序 很多時候會發覺它有點青味 好, 放下它 對, 隔一隔 現在把所有東西… 天佑, 幫我做些東西 隔出來 把牠切出來 對 對 什麼? 對, 天佑很少在家裡煮飯 要跟Annie師傅學 跟你師傅學 我覺得她在夾即食麵似的 她平時家裡只夾即食麵 現在嘗試學煮飯 對, 第一件事放在這裡 為何要放在蛋裡? 攪拌蛋? 攪拌所有的東西 然後… 連金黃火都可以嗎? 放在這裡 攪拌 攪拌 然後放在這裡 實在有哪些東西加進去 都要和蛋一起攪拌 而且蛋能夠放在銀絲中間 炒起來就每條都會金黃色 對, 知道為什麼我剛才要剪一剪嗎? 就是這樣, 攪拌了, 攪拌了 已經吸收了蛋了 對 就是這樣? 但不能太多蛋 否則要先炒滑蛋 先給你兩湯匙 其實豬油燒了也挺香 我這邊… 你聞到嗎? 對, 他們也聞不到 我說不到那個香味 就不是平時花生油、粟米油那種味道 如果你想炒的時候 最重要是把那些油拌均勻 好, 如果蛋和銀絲炒到哪個位置 你就把它攪拌均勻 它就不會黏在一起 是 而且夠熱, 最重要是夠熱力 現在真的需要… 我想知道如何是夠熱 嘗嘗 這樣就不行 這樣就不行了 還要多一點 多一點 我以為要燒得出煙才會熱 這樣也不需要 如果出煙一下去, 它會有地方焦 這樣就熱了嗎? 對, 現在應該差不多了 好 全部弄一次過 是, 將它這樣 總之它是放在銀絲裡 對, 差不多了 接著就放進去 這個真的要回家試試 是嗎? 火中火 接著就這樣繞著 用筷子, 不要用鑊鏟 鑊鏟也可以, 不過筷子就可以 一條條絲可以弄得鬆 是 一邊炒, 一邊養開它 一邊炒, 一邊養開它 你聞到有個香味 對 炒至蛋熟就可以了嗎? 炒至蛋熟, 但蛋熟熟得好像… 怎樣說 一粒粒碎的 對 對 突然變得聰明了 對 量度的是刺也不錯, 對嗎? 炒刺 鎂瓜刺就有什麼… 不停還給自己 對 環保不吃刺, 吃粉絲檔 對 現在還是濕身了 對 真的有點濕 你真是越來越聰明了 別稱讚我, 妹妹 誰知道你聽到濕心 聽到濕氣… 對, 像自己聽 吹出聲 我還喜歡再加兩樣東西 還可以加什麼? 蔥 芹西蔥, 對了 香口一點 對, 芫荽蔥 你看到很黃嗎? 對… 好, 幫我倒進來 一半, 好 芫荽… 很漂亮 很漂亮, 這樣就漂亮了 再加一點 很漂亮 還欠一個 還欠, 還有? 因為有很多粉絲 是… 加點色嗎? 不是, 最後在邊邊 還要加點黑毛豬油 對 沿著邊, 加上大概湯匙 現在就開鮮一點 炒了 然後就炒了 我加點老抽酸的顏色是否漂亮 也可以的 是嗎? 你覺得這樣很漂亮 再加了老抽的味道 現在很漂亮 很漂亮 又爽 我聞到那種香味 我聞到香味… 豬油香味 你不要跟我爭吃 我警告你 你不是吃了東西的嗎? 我可以吃了一碟 記得, 送給你 在那裡 真棒 很漂亮, 這個菜式 金銘師傅 是嗎? 它叫什麼名字? 金華火腿豬油炒銀絲 我會叫什麼名字? 你會做什麼名字? 我會看到 你會吃某一個小菜式 你會吃餐廚嗎? 我會吃餐廚嗎? 你會吃餐廚嗎? 你會吃餐廚嗎? 什麼東西? 你會吃餐廚嗎? 一定要化一個漂亮的冬夜眼妝 明天我們有化妝師說說 冬天應該塗什麼顏色的眼影 還會說說你化眼妝有什麼留意 小心,嘉嘉,咬茶就大件事了 我哪有咬茶?地上也不平 地上沒事,你走平路也不穩 你是不是平衡力有問題? 當然不是,我對鞋子是新的 平時我穿高鞋子,平衡目也能走 但其實不同年齡的平衡力 也會有不同的 明天有測試,可以測試你找不找 好,沒問題,明天留行到時見 再見… 我會見到這段時間 快點 試試試看 還有,我會見到這裡 在排 sto城中,一起玩 學生… 學校…